許多酒飲者他們 他們是具有一種煤 先乙醇乙泉乙酸 他可以很順利的把它代謝掉 所以有一點不紅氣不喘的 這是異類的天賦異比 那像我們一般人喝一口一停下 為什麼因為我們就是缺乏這個煤 缺乏代謝煤 所以他會在乙泉這一步堆積起來 大量的乙泉在我們身體就是很不舒服 那我就嚇到了以後都不敢喝 這是自我保護機制 第一是這樣 第二是他們在心理上面 也是同樣跟毒癮的患者有類似的情形 他們有一個空虛無法解決的動 但是他們又不敢去吸毒 會判刑就做到 所以於是就買酒 因為酒很方便很容易買到 這是我們要注意幾個喝酒的 罩頭不太好 這個徵兆不太好 第一就是他喝烈酒 一般我們來講說 啤酒十幾%對不對 啤酒沒有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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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頂多5% 啤酒頂多5% 一般我們說有Social drinking 就是為了社交場合 三五成好友在一起 大家邊喝邊聊 酒後吐真言 這樣還有個理由 但是他是喝烈酒 而且是毒癮 自己一個人喝悶酒 這要小心 第二就是他已經明顯影響到你的功能 造成損害 比如說有喝酒酒駕 被吊銷駕照 他是職業駕駛 他有這個大貨車 連結車大吊車的駕照 但是他因為喝酒什麼都沒了 查過多次 已經被罰了多少好幾萬了 他還是明知道不可以 他還是停不下來 警匪雙方追逐了大約有20多公里 這名計程車駕駛他才被迫開進了停車場 無路可逃 而警方調查之後發現 這名無性駕駛 根本就已經是一名被吊銷駕照的酒駕壘犯 而這已經是他第三次酒駕被抓 還有一個酒飲的嚴重的副作用 就是家暴 家庭暴力 典型的場面是 爸爸喝了酒以後 打老婆打小孩 打完了以後呢 第二天酒醒了 就好像失憶一樣 怎麼回事 你傷從哪裡來的 就你打的 然後就很無辜 怎麼會啊我不知道 然後老婆已經 氣得要離家出走 去告家暴跟他離婚 哭著跪下來求 原諒我一次 那這個酒飲家暴 又是一個酒飲裡面特別的議題 拿出來 因為牽涉到其他的 兒童商有福利法 家暴 什麼 有時候還有性侵的 管理跟司法有關的 問題會跑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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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